军选还没结束 大学室友就趁我不在的时候 把我妈送我的限量款包包 私自背出去炫耀还弄坏了 我让他赔 他说不过就是个山寨货 能被他背试我的荣幸 哼 我把发票甩到他面前 他脸都绿了 大学开学前 我爸妈特意交代我 室友是会陪伴我四年的人 让我好好跟他们相处 尽量以和为贵 我点头应下 就算他们不说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以为所有的新生都会是这样的想法 可没想到总有人的脑子不是拿来用的 我爸妈出去旅游 没法来送我开学 我哥要带管理公司 也特别忙 把我送到校门口就回去开紧急会议了 幸好东西不多 我一个人慢悠悠地拖着行李箱 往分好的宿舍楼走 同学 你是去警员宿舍楼吗 用不用帮忙 路上 突然有个笑得很阳光的男生 跑到我身侧问着 他胳膊上戴着红色袖标 应该是迎接新生的志愿者学长 谢谢学长 我自己可以 我笑着朝他道谢 我东西少 就一个行李箱加个小背包 没必要帮忙 学长 你不是答应先送我的吗 突地 一道娇俏的女生传来 顺着声音的方向 我的目光 跟一个长相美艳的女生 含着敌意的魔光对上 他身边还站着两位 帮他拿行李的学长 不过长相和身材 要比我身边这位差一大景儿 阳光学长见状 不好意思挠挠头 慌乱地跟我道歉后 跑回到那女生身边 见阳光学长回去 美艳女生脸上重现笑容 送了我一个挑衅的眼神 我无所谓的怂怂间 看他们一行人很快走远 得益于我爸妈遗传的高颜值 那种眼神我早已习以为常 没怎么在意 我以为这只是个小插曲 直到我在寝室看见他 刚踏进寝室门口 我就跟美艳女生四目相对 他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随即很快不屑地一开目光 继续涂他的红指甲油 我原本还在想要不要 先开口缓和一下气氛 毕竟要一起共同生活四年 但他这副态度 我瞬间没了开口的想法 房间是四人的上床下桌 其他两个人还没来 我迅速选好一个床位 开始收拾行李 很快箱子里便只剩下 我让家里厨师特意制作的甜品 我往身后望了眼 那位专心不眼妆的美艳女生 想了想 还是准备先下楼买床垫备录这些 等其他两位室友来了 在一起吃 寝室楼下有两排专门建的生活超市 很方便 我很快就把必需品挑完 往寝室的方向走 刚到门口 我就闻到熟悉的甜香味 尤美 你在哪里买的这些甜点啊 全是有名的甜品店 我基本都吃过 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呢 一道甜美的声音从宿舍里面传来 我踏进去就看到其他两个室友来了 还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他们见到我很欢快的 跟我介绍他们叫欢欢乐乐 脸蛋稍微远一点的是欢欢 被他们愉快的气氛感染 我笑着对他们说了我的名字 房间里总共才四个人 出于礼貌 我扭头想对尤美也再介绍一下 没想到却看到我带来的甜品 包装被拆得四分五裂的放在尤美桌上 她手里还捏着我早上 让厨师精心准备的小蛋糕 我向来不喜欢别人动我的东西 脸色顿时冷了下来 苏苏 这是尤美带来的蛋糕 很好吃 你要不要尝一尝 似乎是察觉到气氛的尴尬 欢欢举着她手里还没入口的甜点地向我 打着圆场 我听到这句话却是彻底气笑了 你带来的 我看向依旧坐在座位上 一脸不以为意的尤美 谁带来的有什么区别 拿来不就是让大家吃的吗 她无所谓的说着 抬起刚染好的红指甲 将剩下的五六个小蛋糕都戳了个遍 这种上不得抬面的东西 放在以前我看都不看 吃是给你面子 她嫌弃的说着 望着我眼神不善 呵 我今天还真是开眼啊 活了快十九年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明明是她没经过统一拿别人的东西 不但半分歉就都没有 还很理直气壮 好了好了 大家都是室友 没什么过不去的 开开心心最重要 欢欢和乐乐一个哄我 一个哄优美 将我们两个隔开 努力调节着气氛 看着他俩 想着来大学前 我决定要跟室友好好相处的念头 我深吸口气 情绪慢慢平静下来 尤美 以后我的东西你不能随便动 要用要拿的话 都要经过我的同意 吃我也不是不让他吃 拿来就是让大家吃的 但就是他的这种 不尊重人的行为 让我心口一直压着气 谁愿意用你这种穷酸的东西 浑身上下连一件名牌都没有 尤美不屑地说 望着她眼底深深地看不起 再看着她和欢欢乐乐 身上的知名品牌衣服 我突然明白了 她这么有底气 鄙视我的原因 原来是觉得我穷 好欺负 我家里有很多品牌衣服 但不是出席正式场合 我一般都不喜欢穿 我妈是个服装设计师 我平时的私服 都是她给我设计的 舒服为主 没想到因此造成误会 但我并不想解释 跟他们相处的是我这个人 而不是我的家境 要是因为我没钱 就不喜欢我 或者是为了钱 才来跟我做朋友 这类人我并不需要 也不想和他们打交道 最后在欢欢乐乐地劝说下 尤美不情不愿地 给我做了保证 说以后不会再未经 我允许动我的东西 这件事算是就此翻篇 可我没想到她的保证 跟放皮没什么两样 晚上我跟隔壁学校的闺蜜 聚完餐回来 刚进寝室 就闻到一股熟悉的 洗发水香味 欢欢乐乐不在 寝室里只有尤美一个人 她头上包着干发帽 躺在床上边看手机 边吃葡萄 地上满是她土的葡萄皮 和葡萄子 她对面的床位是乐乐的 乐乐床下的桌子边 还有她的拖鞋上 也粘着一些软腻的葡萄皮 我有洁皮 光看着就有些生理不适 尤美 你别往地上吐了 我给你拿的垃圾袋 你放床头吧 我扫了眼她床下 连的垃圾桶都没有 更别说会买垃圾袋了 不想再引起矛盾 我忍住质问她的话 用比平时要更加温和一些的语气问她 李苏苏 你成心的吧 专门挑我吃东西的时候恶心我 那玩意儿多脏 你知不知道 她闻生侧头看向我 眼神里是丝毫不掩饰的厌恶 我原本想给她递垃圾袋的手遁住 垃圾袋都是我今天刚买的 崭新的 在我的认知里 垃圾袋跟那些带有logo的品牌袋 除了材质不同 没什么区别 都是用来装东西 它并不脏 那你瞧瞧地上 你觉得是不是更脏 我指着地面上的一片狼藉问她 她低头瞥了眼 瞥了瞥嘴又躺回床上 没说话 你一会儿下来收拾一下吧 凭什么 又不是我值日 尤美嗓音一下子高了八度 今天刚来学校 我们只是临时定下欢欢当寝室长 其他的还都没来得及讨论 你又不是没长手 你要是看不顺眼 你自己收拾呗 反正我是不觉得脏 不带我说话 她又补了一句 甚至还往嘴里又塞了一颗葡萄 搅了两下 双眼看着我往地上涂 完全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我努力深呼吸忍了忍 还是没忍住 攥紧手中的垃圾袋朝她走过去 苏苏你回来了 尤美你也在呀 我刚卖步 寝室门口就传来乐乐欢快的声音 她蹦蹦跳跳走在前面 欢欢跟在她身后进来 你们俩又吵架了 察觉到气氛的不寻常 乐乐小心翼翼地问着 我没说话 指了指地上 啊 谁干的 我的拖鞋 乐乐寻着干净的地面踩过去 蹲在她的拖鞋旁边 一脸心疼地望着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沾了一点葡萄皮而已 又不脏 你用手捏掉不就行了 听到声音 尤美烦躁地说着 可这是我男朋友 送我的庆祝我上大学的礼 你男朋友这么穷酸啊 就给你送个证 尤美惊讶地打断乐乐说话 随即有些阴阳怪气地说 就你这脑子 也不知道怎么投得这么好的台 有着资本 也不找个有钱的对象 白瞎了 我看着地上那款 Prada的限量款拖鞋 有些疑惑 尤美早上还嫌弃我的着装 不像是个不懂品牌的人 这款拖鞋 虽然他们品牌 将自家的logo放到最小 不仔细看都看不见 不过也不至于猜不到吧 很明显的 Prada的风格 可是 乐乐想说什么 又被尤美堵了回去 行了好了 我没功夫处理你们这些破事 嫌你要是还想要自己擦干净就行 至于这地 就欢欢扫吧 这寝室长也不能白当不是 尤美边说边从床上下来 拿起她桌上的吹风机 她嘴里说着不嫌脏 这脚却是跟跳格子一样 离开她的床边 起开点 明明是中间 还能再过一个人的路 尤美却站到我面前说 我当然是不可能给她让的 站着没动 可我没动 我旁边的欢欢却动了 你从这边过吧 欢欢侧开身体 叹口气说 尤美扶了扶她的干发帽 吃笑一声 对着我发了个白眼 擦着我的肩过去了 要是平时我怎么都得再撞回来 可现在我心里满是 对这俩双胞胎的恨体不成钢 从中午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了 他们两个的包子属性 你们俩这样以后会被人欺负死的 我对着欢欢说 不是什么大事 很快就收拾好了 况且这指日 本来就该我这个寝室长带头 欢欢笑着对我说 甚至还走过来帮我顺气 我 那你呢 我看向乐乐 乐乐抱着被她擦干净的拖鞋 怂怂的看着我 我我不敢 我一口老鞋堵到心口 不知道的是多么健康美好的家庭 能教出俩这么乖的玩 欢欢去拿扫帚开始扫地 乐乐把拖鞋放下也去帮忙 看他俩这模样 我怕看一会儿会更加上头 想要出去吐吐气 路过洗手间的时候 吹风机的声音刚好停下 我条件反射地往里看了一眼 没想到 看见有美自然而然地 拿起着我搁置在旁边架子上的梳子 开始梳头 别动我东西 我下意识皱眉走过去 像梳子这种能触碰到头皮的 相对有些私密性的物件 我是很不喜欢别人动的 我梳子没带过来 用一下怎么了 他不耐烦地说 依旧一下一下梳着 等我走到把梳子拿过来的时候 上面还残留着他的几缕头发 没有你不会下去买吗 披头散发的 不想下去 我们当你买也行 你洗头之前 不就用你几下梳子吗 用得着跟要你命一样吗 有美冷笑着从我身边出去 他又想撞我 对我躲过去 他离开后 视野大了许多 我这才看到 除了我的梳子 我的沐浴露 洗发水 这些本应该在我柜子里放着的东西 此时都被拆开用了 不仅用 他用完连盖子都没给我盖 旁边全是残留的泡沫和水渍 你动我柜子了 我冲出去问他 我洗漱的东西没买 放了下柜子 你正好有 我就用了 怎么了 不问自取 是为偷你知道吗 笑死 你自己不所柜门怨我吗 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 他嘲讽地看着我说 随机满不在乎地 转身去开柜门拿衣服 对他自己的这种行为 依旧没觉得有半点错 要是再有下次 我也不顾什么同学颜面 一定会报警抓你 我走过去喷了一声 按住他的柜门说道 你疯了 他被我吓到 有些歇斯底里地喊 不信你试试 他望着我胸口不断起伏 最后咽了咽口水 一开视线 与此同时 一道手机铃声 打破了死机的寝室 有美快速地 拿起桌上的手机 放到耳边 十分甜腻地 对那边撒娇说道 亲爱的 我马上就下去了哟 别着急 他又哄了几句 不知道听到那边说了什么 他娇笑着挂断了电话 随即他伸手过来 想要开柜门拿衣服 我依旧按着没离开 欢欢见状想过来调和 看到我劈过去的眼神 止住了脚步 以后能不能保证 不再动我东西 我继续僵持着 惺惺想 你说什么是什么 他敷衍地说着 念着他是真有事 我决定还是再给他一次机会 有在一在二 没有在三在四 我松开柜门 走到一边 有美迅速走过去翻找着 找了一圈 他渐渐烦躁 最后大力关上柜门 爬上床 换了他早上的那身名牌衣服 飞速跑出门 他这一走 一晚上都没回来 我绝浅 第二天下午 我正午休 被有美的唱歌声给惊醒了 他坐在他的桌边 哼着歌摆弄着手里的项链 他身上的衣服换了 还是一身名牌 不过不是昨晚他出去的那套 晚上的时候 欢欢把我们的军训服装领来了 宣布从明天开始 为期二十天的军训正式开始 他到有美床边给他衣服 有美用两根手指 加着嫌弃地看了两眼 随即把军训服扔回去 开始拿手机发短信 没过多久 他就翻身下床 拎着包出了寝室 第二天军训集合有美没来 欢欢怕他出事 问了辅导员 导员说他请假了 让我们不用管 一直到军训结束 我都没再见过他 军训最后一天上午 成果验收刚完 我就收到我哥的信息 让我去校门口找他 妈给你的 我哥把副驾驶上的包包拿给我 我瞅着手里的这款 闺蜜总如刚跟我说的 限量款爱马仕包 诧异不已 咱妈什么时候看得上 这些庸俗的东西了 我妈自己作为品牌设计师 喜好简单舒适大方的类型 对这种滑而不实 又浪费钱的东西 向来是没必要买 就敬而远之的 不知道 你问他 这是我的 说着 我哥就递给我张银行金卡 你转性了 我更为震惊 我哥这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 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大方 生日快乐 我哥给我翻了个大白眼 今天也是你嫂子生日 我就不陪你了 大学花钱地方多 想买啥别省着 不够再找哥要 他除了对我嫂子温柔 还没对我这么温柔过 我刚想眨巴眨巴几滴眼泪 对他表示我的感谢 就被他甩了一脸尾气 熟悉的尾气 熟悉的坑内操作 我刚拿着包回到宿舍 就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包收到了吗 嗯嗯 包是顺手买的 他们家这次的设计 用了离数的人素 刚好跟你名字谐音 我就买了 最主要的是 包里妈给你亲手设计的手串 保平安的 拿去庙里求过了 一定要带着 跟随着我妈的话 我拉开包的拉链 果然看见一串红色猪串手链 我把它拿出来 准备带上 就看到一张纸跟着被带出来 我拿起来扫了眼 是张发票 不经意有些想笑 我妈真的是没咋关注这包啊 纯粹只把它当作一个 装他心意的工具包了 看着发票上 这一长串的铃 我好想我妈赶紧回来 我好想抱大腿啊 全家就数我最穷了 又闲聊几句后 闺蜜的电话进来 我跟我妈结束了通话 闺蜜学校军训时间比我们短 直到我今天结束 要带我出去吃大餐 顺便给我庆祝生日 车就在校门口等我 我将发票扔到抽屉里 带上我妈给我的手链 就出门了 玩到很晚 用过十点多我才回到寝室 累得我不想再动一步 趴在桌子上歇了会儿 我准备去洗漱休息的时候 才发现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 我妈给我买的包不见了 寝室里只有欢欢乐乐在 我问了他们 他们都不知道 丢包是小 可能有陌生人闯进了我们寝室 结才是大 我们决定下去找宿管阿姨说下 可是刚打开门 我就看见尤美站在门口 准备拿钥匙 她肩上背着 跟我妈送我的一模一样的包 我是从小在富贵圈里长大的 真包假包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她背的是真的 而我妈给我买的包是限量款 我们是只有一个 你背的包是谁的 为了防止她是在别的城市买的 我没及早下结论 当然是我自己的了 她听到我问 眼神闪躲了两下 随即理直气壮地说 要是她说的时候 手不抖的话 我可能还真的信了 买没买包可都是有记录的 你要是再撒谎 我就报警了 到时候你要是被抓进去 留烂底可别怪我 我最后一次警告她 听完她脸色瞬间就变了 给你给你 不就是个破包吗 一个山寨货有什么好炫耀的 要不是看着这个房屏房的 跟真的一样 我才不会背 她把包取下来砸向我 我刚接住 就看到我包上那棵梨树上 被划了一场刀 像是被什么东西刮出来的一样 这怎么弄的 不小心划了一下 她摆弄着她的红指甲 漫不经心地说 道歉 她这副态度我彻底怒了 这包是我妈给我的一番心意 我本来想好好存着 却被她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更不用说 她又一次没经过 我允许动我的东西 不就是刮花的假包吗 你这气量怎么这么小 她半点认错的知觉都没有 甚至还反过来怪我 听着她尖利的嗓音 我再不想多费口舌 拿出手机打了报警电话 你好警察局吗 我 电话拨通 我刚说两句 尤美就暴躁地朝我扑过来 扯我的手过去 笨断了电话 李苏苏 你他妈是赤毒长大的吧 心这么狠 你演这么一出 不就是为了要钱吗 想用这个包额我 行 我给你这机会 说吧 多少钱 我赔给你这事就算了 她喘着气 用看穷酸的厌恶眼神望着我说 是舍我吗 我要是真穷 可能会有千分之一的几率 考虑一下吧 可现在 你赔得起吗 我冷笑着看她 不就是个几百块的破包吗 我全款赔给你 她不屑地说 我们俩的争吵 引来宿舍楼很多同学的围观 欢欢怕事情闹大 想让我们进去说 尤美却觉得我心虚了 非得在门口说 还让大家做个见证 要是她能拿出这笔钱 我要下跪接过去 要是她拿不出 她就给我下跪道歉 她这赌约倒是说得好 本来就是她的错 现在 我倒是也成为惩罚的一方了 你说的 全款赔 我提高嗓音又重复了一遍 足够周围的人听到 没错 穷批 给不了全款 我就给你下跪道歉 她也把声音高了八度 指高气昂地说 好 她说完我就回寝室 把发票拿出来 然后回到门口 举到她面前 一百万 赔吧 有美愣了愣 突然伸手 想要抢发票 被我躲了过去 你他妈抢钱呢 就这么个破包 值一百万 她扯着脖子喊 要真是个假的 那确实不值钱 可我这个是真的 我把发票折好 放进口袋里 将包递给欢欢乐乐看 让他们辨别 我们能作证 这是真的 欢欢看完 有些不敢置信地说 她看向我的目光 也有些诧异 显然之前也觉得我很穷 乐乐文生在旁边举起手 也小声附和 有她俩作证 周围顿时响起 众多学生的窃窃私语声 大多是卧槽 隐藏富婆 输了 下跪这些字眼 有美听后 脸色顿时铁青下来 我不信 你们仨是一伙的 说个定就是 你们三个串通好了 要来讹我钱 才没有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的零花钱 都攒到快五千万了 稀罕你这点钱 不知道是那句话 出到乐乐的底线 向来包子的她 居然出声反驳了有美 环城娱乐是我爸开的 她手底下的明星光出场费 都不止你这个数 我们用的着额尼 欢欢也紧接着出声 她这环城娱乐 四个字意出来 周围一阵哗然 当今的很多实力派演员 和流量小声 小花大都是他们公司捧出来的 为这点说谎 确实没必要 瞬间舆论一阵风一样 倒向有美那边 不管是想出名有目的 巴结欢欢乐乐的 还是抱着看好戏的态度 在旁边八卦的 就算是真的又怎么样 她家那么穷 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个包 就算不是偷的 也肯定是当小三要来的 我凭什么话 有美见事态对她不利 开始将战火 往我的身上转移 你要是说我偷 那这是简单了 直接报警吧 看到了警局之后 这件事的结果 到底是我偷东西进去 还是你偷我的东西进去 但是说我当小三的话 这我可不认 毕竟我可不喜欢 破坏别人家庭 不像某些人 我盯着她意味深长地说 你这话什么意思 有美对上我的视线 脸红脖子粗地说着 不过这说话的语调 却很难掩盖她的心虚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 就什么意思 我闺蜜最恨的就是小三 她爸妈就是因为小三的插足 才关系破裂离婚的 她前几天军训完 回家参加宴会 碰到个认识的 有家庭有孩子的叔叔 她身边带着的 不是她老婆 而是个陌生的女伴 闺蜜本来没觉得有什么 直到无意中 看见他们俩在窗边 摸大腿接吻 闺蜜才怒了 她发消息过来 找我发泄情绪 我才认出来 那个女生就是有美 闺蜜说 她冲过去质问那位叔叔 那位叔叔把有美支开 对闺蜜说 有美不过是个消遣的玩意儿 给她钱玩玩而已 有美那个连小康 都算不上的背景 在那边放着 她是绝对不会为了她离婚的 要不是有闺蜜 这个消息垫底 我可能还没那么有信心 跟有美用下跪打赌 你别血口喷人 我才不会做小三 有美慌乱的说着 突然伸出手 想过来挠我脸 谁都没有说你是小三 只有你自己在说你自己 我攥住她的手 把她甩到一边 有美贴着墙愤怒地望向我 还想说些什么 我没给她这个机会 要么赔钱道歉 要么进警局 你自己选 我拿出手机 按下110三个数字 别打 我赔钱 我道歉 有美尖叫着说着 见我把手机放下后 她松口气从口袋里 拿出她的手机 我余额不够 你等我打个电话 她警惕地望着我说 我瞥了眼她 点了点头 随即她越过 我进去宿舍 打开洗手间的门 又严严实实关上 门的隔音不是很好 刚开始 还只是一些 很小的听不清的细语 到后来 时不时的 就会有大声的刺耳音传出来 很快声音又降下去 渐渐地再听不到声音 我以为电话已经挂断 有美很快要出来了 可之后 我们又在门口等了很久 里面也没有任何声音传出来 洗手间的门 依旧没有打开 怎么还不出来 她不会是从厕所的窗户 跳下去跑了吧 门口等着看热闹的人群里 有几个人 渐渐不耐烦了 烦躁地问着 不过 跳窗应该不可能 这里是三楼 跳下去不会摔死 但这腿或者脚总免不了 是要伤到一个的 而且就算她跳了 也没有任何好处 只要报警 她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又等了约莫五分钟左右 在我们各种胡乱的猜想中 洗手间的门响了 有美从里面走了出来 但是她此时看我的眼神 又开始嘚瑟起来 跟刚才她进去之前 完全是明显的 两个不一样的心情 钱够了 望着她脸上重新恢复的 对我的不屑的笑 我问道 听到前这个字 她的脸色变了变 随后又很快露出了笑容 与此同时 我听到身后有人喊导员好 而有美的目光 此时也正盯着我身后的方向 顺着她的眸光 我看到一脸严肃的辅导员 正拨开人群 朝我们寝室门口走过来 一个个的 没事干了吗 堵在这里像什么样子 她走到我面前站定 冷眼扫视了一圈后 最后对着我说 导员 我们不是要闹事 是在解决事情 有美她 欢欢见事情不妙 在旁边出声说着 她是寝室长 同时还是班里的团支书 平时和导员交集算比较多的 我问你了吗 有美你来说 导员没等欢欢说完 就打断她 有美这时 也从洗手间走到了门口 她幸灾乐祸地扫了眼 我和欢欢乐乐 张开红唇说道 导员 您可得给我做主啊 我不过就是借她的包出去 背了一下 也没做什么犯法的事 他们就带着这一大群人 在这里欺负我 他们这是校园霸凌啊 她满嘴唾沫乱飞地说着 不知道还以为 她真的是受了多大的冤屈 这颠倒黑白的能力 真是让我长见识了 不过她以为 在场这么多人都是瞎子吗 这导员要是评论她这两句话 就信她 那就是真的瞎了眼了 校园霸凌 我带了这么多戒 还是第一次见到 你们在场的所有人 一会儿都给我去教导处领检讨去 你 你 还有你 你们这三个带头霸凌的室友 每人记个大过 再有下次全校警告 辅导员大声吼着 俨然一副完全相信有美化的样子 连一问都没有 连问一下旁边这些同学 是不是真的这样的话一句都没有 我没想到 这个导员还真的是瞎眼的 导员 事情完全不是有美说的那样 包是她没经过 我允许私自拿的 不是借我的 而且她还把我的包弄坏了 我那款包值一百万 有美已经答应了 会全款赔给我 要是赔不了 我就给我下跪道歉 我不甘示弱的解释着 导员听到一百万愣了一下 随后看向有美 有美闪躲着她的眼神 我什么时候说过 谁能证明 有美看向我趾高气昂的说着 显然打算耍赖到底 我们都能证明 她这话一出 周围顿时想起一阵学生们的奇声反驳 显然她刚才那波白的说成黑的 给我们身上倒污水的行为 已经引起了众怒 导员 救我 事态发展愈发出乎有美的意料 情急之下 她当众拽住了导员的袖子说着 导员望着周围同学们的审视眼神 连忙甩开了有美 什么一百万不一百万的 你一个学生哪里买得起那么贵的包 辅导员清了清嗓子说 话里话外依旧还是在维护有美 那您认识这个吗 我将发票举到导员面前 他看了眼 脸色彻底铁青 导员 这么多学生都看着呢 难道您真的想为了有美一个人引起重怒 名声败坏 甚至被轻出学校吗 我才不会被轻 辅导员条件反射的开口 想到什么又及时的住了口 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老是多搞这种烂摊子 再这么下去无论笑 怎么找我 说好话我都不会管你了 导员回身拧了下有美 有美委屈的揉着被掐疼的地方 还想说些什么 不就是个几百块的破包吗 我全款赔给你 没错 穷批给不了全款 我就给你下跪道歉 空气中突然想起有美之前和我的争吵声 所有人不约而同的看向声援的方向 有个带着小兔子发孤的小姐姐拿着手机紧张地望着我们 我刚刚在宿舍录我男神的歌听到动静出来 忘记关录音 就把刚才的事情都记录下来了 这操作牛批 YYDS 对这么多人盯着 小姐姐以为自己做错事了 说话都有些结结巴巴 周围人看到小姐姐的害怕 纷纷给她鼓起了掌 点赞 小姐姐有些不好意思的摸摸头 到处都是一片和谐的愉悦氛围 除了有美和导员那块 导员听完当机甩脸子就想走 你不能不管我 你要是赶走 我就告诉 让她把你赶出学校 有美忽然拉住她 威胁地说着 导员攥紧拳头 脸色一会儿青 一会儿红地望着有美 跟她对峙着 几分钟后 导员拜下阵来 看向我 钱让她给你 下跪就算了 在学校影响不好 下跪这件事不是我先提的 要是她能拿出这笔钱 现在要下跪的就是我了 我可不觉得她会放过我 所以下跪不能醒 我没有让人跪我的习惯 毕竟我还没上天不是 可我看着导员身后 依旧还是满脸不屑 完全没有任何悔改的有美 我还是没打算放过她 她现在的行为让我很不开心 我不开心的话 那大家都一起不开心好了 导员 有美听到我的话 又开始不停地摇晃扶导员 导员无奈看了眼我 还有我身边的欢欢乐乐 眼珠转了转 要不这样 你不让她下跪 我答应你们一个条件 以后在学校里面有任何事情 你们都可以找我 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 我都会做 她开的这个条件是有点诱惑力 但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我刚准备拒绝 就感觉袖子上传来一股小小的力道 我回头就对上乐乐 含着一点点祈求的眼神 没事 苏苏 你不用管我们 欢欢看到 把乐乐的手挪开 小声对我说 显然是不想让我为难 但下不下跪这件事 我没那么关心 我关心的只是尤美的道歉 我权衡后很快有了决定 好 不用下跪 但钱必须分文不少的给 这道歉也是不能行的 尤其是道歉 我着重的强调了一下说 导员松了口气 点了点头 不行 尤美还想再闹 导员有些不耐烦了 你再闹下去 我就不管你了 离职就离职 大不了我再去别的学校 没这个学校好 但也不是不能去 导员烦躁的说着 尤美健壮气势一下子 围你下来 不敢再搭枪 你是支票 还是怎么付 我问她 我 我没那么多钱 尤美望着地上 难堪的别开脸说 怎么会 你家不是很有钱吗 你看看你身上穿的名牌 这一套都十几万了 没钱怎么可能买得起 乐乐不相信的说着 尤美闻声抬眼瞪了下她 乐乐有些怂的低下了头 欢欢见状站到了乐乐面前挡着 姐姐的风范 在这一刻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们俩怂 但我爸不怂 你别 别用这个眼神看我们 不然 欢欢握着小拳头 努力不慌地说着 可她愈发结巴的话暴露了她 尤美不知想到什么 看向欢欢乐乐的眼神 不再像刚才那么狠立 眼底闪着不明的光 莫名让人觉得十分不怀好意 没钱那就有多少给多少 其他打欠条 一年之内还清就行 最主要的是道歉 现在开始吧 我挡住欢欢说道 今天已经在这里 跟她浪费了太多时间 我实在不想多费口舌说下去了 只想尽快有个结果 道歉 你配吗 尤美忽然抬头看向我 眼里又是熟悉的不屑 快点 不愿意道歉 那就下跪 还没等我说什么 导人突然狠狠地拍下尤美的背 愤声说道 她的状态看起来 还要比我更加不耐反一些 尤美张了张嘴 到底没敢反驳 不道歉也行 报警吧 我也没心思跟她折腾 随口说道 不行 尤美惊恐地望着我 又要来抢我手机 我躲过去 她看着我 哆嗦着嘴说 道歉 我道歉 对不起 可以了吧 我直接拿起手机 不跟她啰嗦 尤美见状立马说道 对不起 我不该私自拿你的包出去背 还有呢 你不要得寸进尺 那 我也不该随便吃你的东西 用你的洗漱用品 也没有提前和你说 更不该在寝室里乱吐乱丢垃圾 一桩桩一件件 她说得清清楚楚 有些我不觉得 她能认识到的事情 她也认了 我原以为她是不知道 那些事情是错的 习惯性这么做而已 没想到她是知错犯错 还理直气壮 够了吧 似乎是觉得丢脸 她一口气快速说完 本来我是觉得差不多了 但 看着她丝毫没有任何愧疚的眼神 你这态度是道歉的态度吗 重来 我暴毙已强望着她 你有完没完 尤美还想反抗 我举起手机示意了下 导人见状又开始暗中示意她 尤美这才不情不愿地低头 用类似于道歉的语气 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行了吧 她抬头看着我说 还有欠条 我指了指欢欢拿来的刚写好的欠条 给尤美看了看 让她签字按了红手印 刚才你的道歉过程 我已经让欢欢录视频了 以后我的东西 你要是再不经过 我同意懂 我就把视频放到校园网上 让全校人都知道 你是个什么德行 等她签完 我指着欢欢手里的手机说道 你 尤美气的面色通红地看着我 今天的屈辱 我早晚有一天会还给你们 你 你给我等着 她的手指绕了一圈 划过欢欢乐乐 定在我身上 行 有种你就来 我说完就进了寝室 拿东西准备洗漱睡觉 下午跟闺蜜嗨了很久 我早就困了 尤美这种人 我已经不期待她 还能有心变好 只要握着她的把柄 让她以后别再来烦我就行 导员 您刚才不是说 答应我们一个条件吗 我刚打开柜子拿出睡衣 就听到门口乐乐说 你说 我想让尤美搬出去住 行吗 乐乐有些怂怂地说 凭什么 尤美有些不乐意地吼着 你出去住的话 每月我给你转三千块房租 这个钱在附近 应该能租个不错的单间了 还不用跟我们这么多人挤 乐乐小声地说 三千 不行 太少了 三万吧 你每月给我转三万 我就出去 这脸大的 我刚想出去跟乐乐说 就让尤美在这里住 有把柄在 还怕她在闹心 现在让她走 无论给再多钱 都像是在赶她 有种欺负同学的嫌疑 万一传出去 可能会影响她在学校的风评 我刚准备出声 导员夹杂着些许怒气的声音 先我一步响起来 就三千 之前两时一厅都够你租的 明早天一亮就搬 出去还清静些 在这里一天到晚 竟给我瞎惹事 导员愤愤愤说完 踩着高跟鞋 哒哒哒就走了 你等我跟方先生说 让你以后在学校干不下去 尤美歇斯底里的吼着 没想到 乐乐居然闷声做大事 就算有些不明真相的人说 我们联合起来 排挤尤美 爱说排挤就排挤吧 不用每天晚上 回来在寝室看见尤美 我的心情确实好了不少 她从我入学来 给我添的赌比我 从出生到现在这十几年来 加起来都多 我拿起洗漱用品 往洗手间走 见到乐乐进来 冲她比了个赞 不容易呀 包子长心眼了 乐乐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哼 让她骂我男朋友 我才不会分手呢 这爱情的力量啊 为了防止再被喂狗粮 我进了洗手间 等我再出来的时候 寝室门已经关上了 屋里只有欢欢乐乐在 尤美一晚上没回来 第二天我是被寝室的敲门声吵醒的 欢欢刷着牙去开门 很快进来两个保姆模样的人 他们进来后 什么话也没说 直奔尤美的床铺 开始收拾东西 不到半个小时 他们把该拿了都拿走了 临走前 我听到他们窃窃私语 以前只知道先生喜欢玩女明星 没想到这次居然动了个学生 这要是被太太知道 嘘嘘嘘 小点声 回去再说 别被人听见 我目送着他们走远 跟欢欢乐乐交换了下眼神 不出意外的话 尤美应该是有地方住了 接下来的每天 我大学生活都过得无比舒爽 除了偶尔在上课 碰见尤美的时候 她时不时的身上 总会多一些新的贵重东西 要么是项链 要么是手镯 都会刻意来我面前炫耀一番 嘲笑一遍我的穷酸 不过问的更多的是 关于我的金主 说我傻批 以色诗人 除了个之前的包外 什么都没换回来 就差说我比不上 他会拿捏男人了 我从不反驳他 任由他见识浅薄的想象 这时候我通常都是 把欠条拿出来 他马上就气矮一截 我从没想过 我会如此喜欢债主这个称呼 日子很快就过去半个月 在中秋节前 我爸妈终于从国外旅游回来了 我妈回来后 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 让我回家 商量给我重新补半个 生日宴会的事情 我生日都过去一个多月了 再补像什么话 我马上就否定了 可还是没抵住 我妈突然而来的 对我的愧疚之心 还有我爸对我妈的盲目遵从 最后这场生日宴办的 全家人都很开心 包括我嫂子 除了我 不过真的宴会开始的时候 我发现我心底 还是有些小趣乐在的 这种快乐的心情 直到我在我们家花园里面 遇见有美的时候 戛然而止 哼 李素素 没想到你还挺能耐 有美堵住我 伸长脖子往我身后看 没有什么金主 她身上的香水味 呛得我难受 我退后几步皱眉说 哟 还藏着掖着的 天天在学校装的那么清高 还不是为了钱什么都能做 有美不屑地看着我说 你 在这干嘛 怎么不进去 我刚开口 就被我哥的声音打断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屋里出来找我 看见我后 静止朝我的方向走来 我看到有美 见到我哥的样貌时愣了愣 不得不说 我看我哥这张脸看烦了 不觉得她帅 可要是单独把她扔到人群里 那绝对是明星般的回头率存在 二十七八风华正闹的年纪 肩宽腿长 斯文禁欲 一双桃花眼 不知道勾走了多少女孩子的心 好多公司里的小姑娘 都可惜我哥一年早婚 这就是你金主 有美咽了咽口水说 什么金主 我哥你没看向我 不用搭理她 不想跟有美多费口舌 我拽下我哥的袖子 示意她跟我进屋 没想到刚走两步 有美就粘了上来 哎哟 她叫呼一声 斜着身子就要往我哥身上倒 我哥敏捷的后撤一步 她没贴上 真不懂怜香惜玉 明明还能站稳的时候 有美晃晃悠悠的软倒在地上 双手贴着地面 侧头娇弱的看向我哥 似撑非撑的说 还顺带抛了个媚眼 想着我嫂子肚子里 怀着我的小侄子 有美这副样子 瞬间恶心到我了 她一个前后屏的 跟个飞机场一样的身材 有什么好玩的 要不要考虑吓人家 没等我说话 有美嫌弃地打量了眼我 随即一只手伸出去 想要够我哥的裤子 顿时我就感觉到 我哥周身的温度降了好几度 一秒不到的思考时间 我哥抬脚就踹了下去 有美吓得赶忙收回手 可还是免不了 被皮鞋底蹭到了手背 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妄想碰我 我哥吃笑着说 看着我哥的这一套操作 我不禁给他比了个大拇指 从小我惹祸 他就爱踹我 不过都是做做样子 没真打过 他的温柔连我爸妈都得不到 全给了我嫂子 以前我还觉得 当他家里人有点心酸 可第一次看到他对别人的狠样 我突然觉得 他对我好像还挺好的 我本来觉得 我哥都说的做得这么狠了 有美就算不被吓跑 也肯定不赶上来了 没想到他居然一点都不怕我哥 甚至眼神里还带了点崇拜 还有点惺惺眼 你要是不喜欢人家这个样子 人家就不这样了 他扭捏着说 Oh my God 保安把他拉出 我哥声音彻底冷了下来 原本我是在旁看着我哥处理的 可再望到有美身后 向他走来的那个 有些眼熟的身影时 我拽住了我哥 我来处理 那个身影 我在我闺蜜 给我吐槽的照片上看见过 就是上次带有美去他家 参加宴会的那大叔 我哥本来是不相信我 可在我执着的眼神中 他妥协了 行 反正是你惹的烂摊子 不过你一定要处理好 要是发生意外 让他打扰到你嗓子 惊动了胎气 你大学四年的生活费 我都给你断了 我哥警告着我 那犀利的眼神 一点都没在开玩笑 我连忙点头 为了防止我做事不周到 我哥没走 退后两步站在一旁看着 有美见到我哥往后退 站起身想要跟过去 被我半路堵住了 你干什么 这么严肃的堵住我 怕我抢你金主 有美轻视的看着我 你在学校不挺自信的吗 怎么 现在出了学校 察觉到你跟我的差距了 穷酸就是穷酸 永远上不得台面 他不屑的说完 就像跟以前一样 撞着我的胳膊越过我走过去 我这次没给他机会 直接攥住了他的肩膀 笑话 要是在我的地盘还被他欺负 我直接拿块豆腐原地壮士算了 你觉得我的金主很帅 想跟我抢 我挑了下没问他 是 他毫不犹豫地承认 仿佛稍微犹豫一秒 都觉得太看得起我了 那你自己的金主呢 他长得不帅吗 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刻意动了下上身 让有美刚好能看到我身后的我哥 果不其然 他脸上顿时浮现烟红 你不要污蔑我 我没有金主 跟我一起来的那个 只是我的男伴 他又肥又老的 哪里能跟这个哥哥比 说到这个哥哥时 他的视线瞬间变得情意绵绵 他这番话 实在是不能让我太满意 看着他身后变了脸色的男人 我凑近有美耳边说道 你看看你后面是谁 有美回头对上中年男阴沉的眼神 顿时腿卵滑倒在地上 浑身发着抖 许久没敢抬头 中年男瞥了眼他 静止走过 扬起笑脸朝我哥伸出手 李总 刚想敬你一杯 没看见人 怎么跑这里来了 与他有些油腻的外表不同 中年男的声音 十分的温文尔雅 又是惯常的应酬套路 看着我哥戴上他常用的假笑面具 开始交际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想走 没想到被中年男叫住 这位是 中年男的眼神 在我和我哥之间来回暧昧巡视 我哥刚还有一点笑容的冷 顿时彻底冷下来 我妹妹 失敬失敬 是我有眼无珠了 原来是李小姐 幸会幸会 中年男拍了下他光秃秃的脑门 朝我满脸歉疚地伸出手 想到他有老婆 还在外面找外语 我对他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讨厌 不想跟他握手 中年男一直举着手 引来周围很多注视的视线 我哥暗地里戳了下我的后背 丢我自己的脸是小 让别人说我们家没叫养是大 我抬起手跟他握了握 幸好他还算比较绅士 只是用指尖浅浅跟我触一下 就很快松开 又闲聊几句 我们一行人准备往屋内走去 这时候 坐在地上的游美 仿佛突然之间醒过来一样 冲到我面前 不愿意相信的大喊 你是他的妹妹 对 我不但是他的妹妹 这里还是我家 你来参加生日宴都不做调查的吗 今天你来的这场宴会 是专门给我离苏苏庆祝生日的 当然不可能只是给我过生日 更多的是给他们这些商界的人 提供的交际的场所 拉近彼此之间的塑料感情 没合作的尽量以后有机会 已经合作的尽量合作的更加愉快 但这些我没必要告诉他 不可能 你这种穷酸 怎么可能投这么好的胎 他声音尖细地吼着 周围很多宾客的视线 都被他吸引过来 这泼妇是谁带进来的 我哥被他吵到 回头有些烦躁地说 李总 是我的女伴 实在不好意思 让我来处理 中年男饶是有丰富的社交经验 可带着的女伴 做出这种让人能称之为泼妇的行为 还是让她的脸色沉了下来 而这些负面情绪 她当然不能对我哥发泄 毕竟有错的是扰乱宴会的人 尤美还想对我再吼些什么 没来得及张口 就被中年男强制带出去了 之后一直到宴会结束 我都没再见过他 在学校被欺负了 宴会后洗漱完 我下楼去冰箱拿冰水喝 碰到我哥 他正准备上楼 见我下来示意 我跟他去沙发那边聊一会儿 没事 都是些小事 本来他不问我还没觉得什么 他这一问我 倒是突然有些矫情的想必酸了 只能赶快别开脸掩饰 有事记得跟我说 爸妈年纪大了 别让他们操心 你哥我现在好歹是个总裁 心眼和手段比你多得多 以后受到委屈或者吃嫩亏 不知道怎么还回去的话 找你哥我 坑不死他 我哥拿起茶杯抿了口水 低着头说 知道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 我哥难得有这么温情的时候 我怕自己被他说哭 开始嘴硬 就你这小孩子 不是小孩子 运势别逞强 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 天色不早了 你快去睡吧 你嫂子怀着孕 晚上旁边得一直有人 我要上去了 我哥比我大八九岁 从我上幼儿园开始 就是他带着 一直到他大学毕业进公司 越来越忙 才开始没那么多时间相处 我一直觉得他不喜欢我 因为他很嫌弃我 除了别人欺负我的时候 他会帮我打回去之外 他没在其他任何方面 说过我好话 或者夸奖鼓励过我 要不是今晚听他这么说 我可能心里 还会跟他有点小小的隔阂 现在我是真真正正清楚 他的刀子嘴豆腐心了 爱嫂子 没什么不好的 以后我要按我哥的标准 找个独宠为一人的 第二天回校 我在去上课的路上 碰见有美 他看到我直直的冲过来 你家那么有钱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你就那么想看我出宠吗 我家有没有钱 我想说就说 不想说就不说 这是我的自由 更何况 我从来就没演示过 我家境不错 只不过都是你自己 一厢情愿地 认为我是个穷匹 说完我转身想走 他却又拽住我手臂 你就是故意的 他恶狠狠地看着我说 攥着我手腕的手 开始用指甲掐我的皮肉 我吃疼将他甩开 不管我家穷不穷 这都不足以作为 你评判该怎么对我的标准 欢欢乐乐 一开始也不知道我家有钱 他们怎么就没出丑 单单就你出丑了呢 你要是不没事找事 谁有那个公术闲行 跟你掰成 我冷笑着逼近他 你不要忘记 你还欠我一百万 一年之内你要是还不上 够你吃几年老饭了 还有以后在学校 不要再来惹我 不然我不保证 明天学校的头版头条 会不会就是 你当小三的铁证了 不想被正式捉奸 大庭广众之下 被人人喊打 以后见着我绕道走 我揪住尤美的衣领 凑到他耳边说 他一开始还想反抗 后来在我的一句句话中 逐渐软了下去 苏苏 没事吧 欢欢乐乐在不远处 看见我和尤美 急忙凑上来问我 我冲他们摆摆手 跟着他们一起进了教室 尤美是后跟进来的 我坐在前排 她进来后瞥了我一眼 触到我的眼神后 猛的闪躲开 往后排走去 看她这副 至少有几分怕了的模样 我暂时松下心 接下来几个月 尤美都没敢再来主动惹我 渐渐我也把她抛到脑后 很快就到了寒假 假期快过完的时候 我正在家里打游戏 闺蜜突然对我发消息 连续发了三次名场面这个词 每个词后面 都跟着一串长长的感叹号 紧接着是几张图片 尤美被破了一身红酒 倒在地上 在她旁边 一左一右站着两个男人 一个是上次带尤美 来参加我生日宴的那个中年男 另外一个居然是我们校长 我打了个问号过去 闺蜜瞬间一个语音电话打过来 她讲了约莫十几分钟 总结起来 其实也就一句话 尤美翻车了 她同时吊着两个男的 在这场宴会上 跟其中一个亲热的时候 被另外一个男的发现了 连我们校长那个高领之花 都能吊到 我不得不佩服尤美的展男功力 这样想起来 那天保姆来寝室 帮尤美拿东西的时候 说那个方先生 应该就是我们校长了 我们校长姓方 你说她这次还能不能翻过来 闺蜜兴致勃勃勃地问我 不知道 上次尤美当着中年男的面 那么说她 到后面都能被她哄好 继续养着她 可见她对付男人 实在很有功力 我判断不出来 也不想去想这些东西 大概到快凌晨的时候 闺蜜还在试试剁直播着 这次尤美是真的她房了 新学期开学 我真真正正见到了一场 撕逼打脸场面 校长夫人亲自来学校 先是给了校长一巴掌 后来又去对付尤美 两人互掐 这场闹剧 闹了将近有半个月之久 最终以校长被罢职结束 尤美没受什么处分 不过她在学校的日子 却是很难过 除了校长夫人 还有中年男的夫人 他们轮番找人来学校 散播尤美做的那些事情 渐渐的尤美就很少来学校上课 差不多半个学期过去 尤美退学了 再次见到尤美 是在酒吧的后门 她正被她的毒鬼爸 堵着要钱 她没给 直接抓起角落里的空酒瓶 摔到墙上 用尖刺的口对准她爸 再来找她就一起死吧 她那时的模样 已经有些失去理智了 后来她爸走了 她转身的时候看见我 眼神瞬间红了 你现在应该很得意吧 她举着碎酒瓶指着我 尖锐的边角 在夜色下泛着阵阵寒光 我没理她 闺蜜和朋友们还在里面等我 我静止朝酒吧内走去 让你看不起我 呼的 一阵尖利的叫声 穿过我的耳膜 感受到我背后有一股风袭来 我连忙转身 将尤美手里的碎酒瓶踢飞出去 要不是小时候 我哥带着我练过几年跆拳道 我现在什么样子 可就说不准了 你发什么疯 我走过去 揪住尤美博领 她有些癫狂的看着我 你样貌没我长得娇媚 学习成绩还没我好 身材更不用说 可为什么你能投那么好的胎 而我偏偏就只能有个毒鬼吧 就连欢欢乐乐那俩傻子 都能有个影视公司的老板爹 我的人生为什么凭什么要这么惨 他说着就开始用手耗头发 整个人极度不正常 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我拿出手机 分别打了120和报警电话 你以为我愿意去伺候那俩肥头大尔吗 每天在他们身下我脸上有多享受 心里就有多恶心 要是我家有钱 我根本不用做这些 还有你那点吃的用的 你以为我看得上 要不是需要把更多的钱 都用在我的穿衣打扮和化妆上 你以为那些东西我愿意用你的 一些不值钱的玩意儿 如果我要是投胎在你家里 我肯定会比你好千倍万倍 他一直不停地说着 情绪也慢慢随着他的发泄稳定下来 这些都是你在强词夺理 家境不好并不是你乱用别人东西的理由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你要明确 我不是不让你用东西 而是你从来都是不打招呼用 用完一片狼藉也不收拾 但凡你礼貌点 我也懒得跟你计较这些 还有 你伺候不伺候人 没人逼你 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长得不错 学习成绩不错 安安分分拿到大学毕业证 就凭你聊男人的技术 我不信你嫁不进个豪门 就算进不去 也能找个差不多家庭的一起奋斗努力 也不差什么 从你自愿选择做小三的一天起 你就已经处在了道德之地点 你就已经是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 这些都是你自己选的路 无论你再怎么恶心 都怪不着别人 家境如何不是自己能选的 但是自己的路都是自己能选的 你父亲是毒鬼 可能对你影响很大 可是你可以有很多选择 你是一个独立的人 他没办法控制你的思想 那么多戒毒所总有办法能解决 不行你也可以找社区居委会 或者复联或者学校寻求帮助 总能有方法 而不是在你做错的时候 还把一切的原因都归结在出身 而不是你自己的身上 我看着他说了很多 他听不听的进去我不知道 但是我拖延时间的目的达到了 120和警局的车相继赶来 我跟他们说了 尤美刚才的一切不正常的表现 还有他想蓄意伤人的行为 我不是圣母 不管他是什么状态 他刚才那下的碎酒瓶 确确实实是往我身上炸的 他这一次进去 算是连着这次 还有以前那些不打招呼 就用我东西的事情一起了了吧 那一百万我也不要了 我不差这钱 再看他这状态 我怕是等到死的那天 都等不到他给我 还是不要自找烦恼了 再说我更不想以后天天惦念着他 我跟着去警局做了笔录 之后又跟着去了医院 医生说主要是刺激过度 其他倒是没什么 还算正常 后来的事情我就没管 将他交给了警察 从那之后好久我再没见过尤美 几年后 我大学毕业 进了家里公司 偶尔一次同学聚会 不知道是谁再一次提起了尤美的名字 他这个人才 再度从我尘封的记忆扒出来 再次想起他 我发现我心情毫无波澜 他只是我漫长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我和他的人生不会再有任何交集 年少时那些气愤的想杀人的事 在如今看来 不过都是一场笑话